国内在传出女佣被虐待导致死亡的案件 来自印尼的一名女佣被指在星期六因为跌倒而丧命 向警方投报的民众竟然是聘请女佣的一对华裔夫妇 这对夫妇被怀疑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女佣 遭到警方逮捕 并在今天被带上法庭申请延长扣留7天以协助调查 印尼女佣在家避命的案件发生在星期六上午11点左右 地点位于槟城日落洞的一栋双层洋房 怀裔雇主表示女佣是在浴室里跌倒导致她死亡 可是解剖报告却显示死者身上有可疑瘀伤 警方后在星期天晚上前往雇主的住家收集证据 并且将女雇主带上警车押回警局协助调查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这起案件 至于真正的事发原因暂时还不清楚 死者是现年38岁的印尼公民 从大约半年前开始为一对华裔夫妇工作 据了解死者生前患有肾病 并且长期接受洗肾 欲ון 毕竟